說真的,作為王者榮耀第一批官方堂 我是極度不推薦情侶雙牌的 因為情侶雙牌實在太容易坑了 不同的情侶有不同的分組 下路二人組,野富二人組 甚至中野二人組,中富二人組 上中二人組我都見過 不過都是同一個結果,每一送一 但後來我就發覺我錯怪了他們 尤其是那些女生 即是原來男生和女生玩王者是有很大的區別 那些女生不是意識不好,是理解不同的 很簡單,如果男生和男生雙牌 打團的時候打不贏,他們會怎樣做? 賣吧! 走到XX,不是甚麼? 救命救命 來,來,來,說這麼多人 走不走到? 有點困難 那我賣你了 賣吧,賣吧 不但會被人叫他賣 喂,他在勾引一下,我正在來 勾引一下 快點上去賣一波 甚至有時候還會主動賣 走走走,不用理我 走 只會聰明我一個,其實也還好 賣得好 但女生就不同了 也不要叫他賣他自己 叫他賣你,他也未必肯 你很不容易又加閃燃又加技能 終於把他救了下來 然後跟他說 走走走,不用理我 他往防禦探方向走不夠兩步 他就回頭了 喂,喂,你回來幹甚麼? 然後兩個人就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 有泉水就一起回 那作為最喜歡賽後檢討的生物 我們男生 就當然會問女生 你為甚麼要回頭 我這麼辛苦才救你 你為甚麼不走呢 就算對方是我們的女朋友 或者是我們喜歡的人 我們都照問不悟 就是這麼直男 就是這麼電競 然後他們就會回答你 因為他們不忍心 他們這麼多人打你一個人 我看你這麼慘 那就打算留下來幫幫你 你留下來也救不到我 你先走 起碼可以抱著你不用死 但如果我不理你一個人走了 我會覺得自己很自私 我覺得你的思想出了問題 真的 我覺得這些絕對不是意識問題 而是遊戲觀的問題 跟朋友雙排都做不到見死不救 那跟男朋友雙排就更不用說 肯定要心死與共 一起做一對亡命鴛鴦 夫妻雙雙把泉水環 當然我知道不是所有女生都是這樣 不過老實實 這麼多位姐妹 若果你們打王者的時候 做不到頭也不回地賣自己男朋友 那不如真的不要再情侶雙排了 免得到時候你們兩個人越打越生氣 如果你們堅持不賣自己男朋友 那我覺得你們起碼要做到 閃現幫自己男朋友 擋諸葛亮大招這個程度才行 這些才叫有情有疑吧 麥貓貓大師 我最近在找工作 你可以幫我算一下我適合做什麼工作 我先看看 我看你的相笑容滿面 應該心態很好 不怕Bang稿 法制善高 一定文采很好 適合寫稿 看來做編劇是最適合你的 那我去哪裡做編劇 發展的機會會大一點呢 好 嘩 遠在天邊 近在眼前 其實幻形都很緊 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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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想 或許 짝 結婚